Hello 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要和大家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今天不是美妆和护肤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近期买的一些 就是clothing的东西 衣服呀 鞋子还有包包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不爱逛街的人 我已经说过好多次了 但是因为搬家之后呢 其实我丢掉了 捐掉了很多旧的衣服 所以今年秋冬 其实我有入一些新的鞋子呀 衣服帽子等等这些的 我会 虽然我不大爱买东西啦 但就是说 其实我也有关注 现在的流行趋势呀 比如说我会关注像 Song of Style 还有Savvy Slope 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 fashion blogger 那我会根据 就他们说的 现在流行一些什么元素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还有自己的style去买一些东西 东西还蛮多的 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吧 先从帽子开始说起好了 其实我很少戴帽子 但是因为今年秋冬 其实有挺流行戴 像这样子的一种鸭舌帽 当初我看中的一款是200多块钱 200多美金 我就没有下手买 这顶帽子呢 我是在Urban Outfit 买的才是20刀 我觉得是一个 不错的价位就对我来说 因为我觉得这种帽子 可能我并不会戴 很多很多年 所以对我来说 花20刀已经是足够了 而且还可以害我的dirty hair 所以我这个就好不容易的下手了 那接下来说 我的包包好了 其实这个包包呢 是前个月买的吧 但是我今年好像没有买什么包 除了这只包之外 其他的包可能买了不喜欢 或者是什么的就退掉了 但这一只Celine的box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一直很想要一只白色的包 但是雪白色的包 我就嫌它太冷了 并不适合秋冬 这是一个奶白色的 而且白色配金色 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搭配 这个包买的时候 我是绝对就跟自己说 千万不要买到光皮的 所以这只包呢 其实是荔枝皮 就是不那么容易刮花了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选择 如果你买不到荔枝皮呢 他们家还有水锅纹皮 也是不错的 其实这只包真的挺好背的 就出乎我意料的好背 因为我之前有买过 那个Chanel的La Boy 就从外形来看 几乎是一模一样大的 但是几乎是啥都装不了 这个我有背去法国 几乎每天都在背 我觉得是非常能装的 它有两个大的风格 东西还没 就是这样两个大的风格 然后外面这个呢 还可以放手机啊 放一些就是你会经常拿到的东西 到后面这呢 是有一个拉链的 就是比较隐蔽的一个风格 我觉得你可以放一些女孩子的 就是卫生巾啊 什么有的美的东西 都是不错的 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这个肩带 是可以整条拿下来的 它是可以像皮带一样 整条拿下来 然后作为手拿包 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 然后有时候会卡着头发 如果你有长头发 所以这个包 好彩我买的是秋冬 就是的颜色 如果真的是买了亮白色的话 估计夏天我不会背 因为这个刺的真的是有一点疼 夹着头发也不舒服 所以秋冬背你都有外套什么的 就不怕 就这个包 那今年有一个 从去年延续下来的流行元素呢 就是丝绒 那我其实对丝绒的东西吧 并不是就是特别的敏感 因为我觉得特别容易脏 特别是如果它放在鞋子上什么的 但今年我就特别想买一双过细的靴子 因为我那双过细的靴子 已经穿了有五年了 就已经不行了 所以我就一直有在看 那个Store Westman的这双过细靴 当时我第一个想要买的是 它那个一寸跟的 一寸跟的就是叫做5050 就是5050 就专专跟我说过 不是叫5050 可是后来我觉得一寸跟的鞋子 说实话 因为我上班一直要走路 我知道一寸跟的鞋子 你走的时候 那个压力会在脚后跟 其实走多了会很难受 我一般就喜欢1.5寸跟 或者是2英寸的跟 然后后来我同事跟我说 它是有1.5寸的 那个跟的就叫做Reserve 但这个款呢 就经常是断码 我说那我就试试看 它是不是断码吧 结果看的时候呢 就真的发现我的码数有一双 我就赶紧买下来了 就买了黑色的 SWIFE 就是那个丝绒的 所以我就觉得 对我来说是一个流行元素 加上自己就可以实用的一些单品吧 所以买到这双靴子真的是蛮走运的 那为了配靴子 其实我有买一些小短裙什么的 其中我最满意的就是 这个在HM的小短裙 喜欢它的最大原因就是为了这个扣 因为我看过Service Look 它有很多裙子和裤子 有一个这样的拉链的扣 而且这拉链是一直往下走 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可爱的东西 然后价格也不贵 然后配那个靴子 也是非常的好看 今年还有另外一个流行元素呢 就是格子 就是有点60年代 70年代的那一种 很多条纷的格子 我当初想在HM买一件夹克 就是那个blazer 是那种格子的 结果晚上在逛的时候 我先把它放到shopping bag 然后再去看别的东西 等我看完所有东西 要check out的时候 那件大衣已经卖光光了 就非常的非常的生气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补货 可是我有买一条这样的裙子 就是软的 就很flowy的裙子 然后就是这种 就这种格子的 就今年很流行的这种格子 我觉得 就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特别难买下半身的衣服 因为在美国你也知道 就他们都特别高 屁股特别翘 我是屁股很扁 然后我也不是特别高 我就才一米六一这个样子 所以我都比较爱穿裙子 然后裙子长长短短 就无所谓 所以就买了这条裙子 冬天也可以穿 可以配靴子 或可以配短靴 也可以配长靴 也可以穿平底鞋 我们继续说下半身的东西 我很少穿牛仔裤 因为我上班不能穿牛仔裤 但是看service look 还有那个apple 假大大的那些 他们都有很好看的牛仔裤 我就忍不住买了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一个流行元素 就是牛仔裤有边 或者是任何有这种在边上有一条的这种裤子 因为我不是那一种特别贬值的身材 其实我有hip 也就是说我有胯 因为我穿裤子其实不是那么好看 特别是如果我穿窄脚裤 就显得我的胯更加大 这条裤子的好处就是它除了这个边能让你的脚看起来比较长 就你的腿看起来比较长之外呢 它下面是有一点点flare的 就是宽的 就是可能比较balance 我的这个hip 而且这种distressed finish 也是今年很流行的 所以这一条裤子就有了两个流行元素 然后穿起来也是很舒服 我是在那个Urban outfitter买的 就是那个BDG这个牌子 我穿24号 然后是高腰 我特别喜欢穿高腰裤 就觉得很舒服 那接下来说重头戏 那重头戏呢就是 我的外套 那你秋冬来了 其实说实话 你只要有一件新的外套 你整个outfit都觉得是新的 首先我先说 再壮壮的买的 其实很多 就是如果你在我的粉丝群里面 你知道我好朋友壮壮有卖大衣 他就每年冬天 有自己跟厂联系 然后用很好的那个羊毛的料子 做大衣 我今年就 我去年就跟他说 我想要一条没有袖子的这种 产版大衣 我把照片到时候放视频上 这种没有袖子的 因为 很多时候这种 很多时候这种羊毛的大衣呢 就是你在外面穿 就是特别的暖和 可是你穿在室内呢 就觉得太热了 可是我又想上班的时候穿 我因为我觉得很好搭 很好看 所以我就说 那你给我做一个就是 无袖的 这样我上班也能穿 所以这条呢 我觉得 有点自我感觉良好 我觉得应该是专门给我做的 对不对 专哥 是不是 同样的颜色呢 我还入了这一条 我把 我把所有就是 上身的照片都放在视频上面 大家看 这条是 就七分秀的 然后是 圆领 大口袋 也是很百搭 你可以搭 你可以搭裙子呀 你可以搭裤子 哪怕是 什么妈妈牛仔裤这种 都是非常好看的 搭短裤也行 这料子真的是 没得说了 然后 它的那个缝的 就是车工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对于这个价钱来说 我有很多 就客人 或者是身边的一些朋友们 都会买Max Mara 这一类的衣服 大衣 然后去年 我就开始穿 壮壮的大衣 很多就是买Max Mara的客人 都以为 我是穿了Max Mara的大衣 其实不是 但是 因为装装是我朋友们 我知道 他是真的有 他们有花钱 去买一些什么 爱马仕的大衣呀 Max Mara的大衣呀 然后把它给拆了 把它给拆了之后呢 就学习 他们是怎么车工 就怎么拼接 那个布料 等等这一些的 然后他们的那个羊毛呢 都是从欧洲那边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非常 就是 就是物美价廉啦 我觉得就是 然后如果大家对着感兴趣 我会把那个Information 就它的连接 放在那个Information Box 最后一条外套呢 是我现在身上穿的 这条牛仔衣 差点就不薄了 因为这条牛仔衣 是昨天早上到我家的 然后昨天撞撞来 就一直穿着不肯脱 就说太好看了 太可爱了 然后我买的是Median 它本来就是有一点那种 宽版的 然后 是上面有星星 好可爱呀 我就一直想要买一个宽版 然后是 比较做旧的 又有一点点花纹 又不是特别花纹 反正这个就是 perfect 就是 I've been looking for something like this for a long time 所以 我看到的时候 它已经打折了 我就赶紧拿下来 对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 还能不能买到 我是在Neyman Market 买的 那个牌子什么的 我都会放在那个 Information Box 里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这是我第一次 做一整集的 Fashion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thumbs up 如果你有任何推荐啊 或者是你想让我做 更多类似这样的视频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